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电台节目《香港家书》时话 今天的香港不少长期积传的社会问题有待解决 但只要港人抱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 就算问题再多都能够迎人而解 梁振英又说回想在沙士疫症期间 港人无私的奉献和团结一致的精神 包括医活人员坚守崗位 冒着生命威胁抢救病人 而公务员、社福和公共机构在最前线拼搏 全体香港市民都齐心一意抗疫 阻止疫症蔓延的团结精神是值得延续 这些都说明了即使有天大的难题 只要大家齐心一意 香港就可以化险为宜 香港风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